台北市北斗的公車我們將和人家在英雄站 因為車來路腳去派去 我們將叫人家購入現金 其中一個小女生 因為說我們將挑針要把牠俏鋼 純和我們將大小的車 說如果不能入現金 就不能來塞車 其他的民眾看不出來 到三天來做公親 小女生繼續買 上月一個女生 因為小女生兩個人一句來一句去 小妹不認輸 公車上的男人家 起到要把這個阿伯關路車 他們兩個人大聲在照明 誰也不想照明 過年遇風狗啊你 你有事嗎 這個衝突的氣氛越來越緊張 最後這個男人家他實在撞不住 直接出救這個阿伯的案子 你要下來 你探訪壞了 他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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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子第一 卡牌壞掉嘛 那我的老婆就坐在那邊 然後罵髒話然後罵司機 現在可以說大家人都有優優卡 用這個來坐公車實在是近個方便 不過雖然沒想到說有民眾 因為這個公車的路卡機在那邊 又把開出在這個公車司機的上面 這個衝突就發生在台北市北斗區 在那二十八那天的暗時 這台開往北斗山區的公車 因為這個路卡機在那邊 司機又露凡人家家家家家家 想不到有一個阿伯就開始抓狂 又一直在罵司機說如果不能路卡就不要塞公車啦 司機剛開始的時候也是好聲好聲在跟他講 不過這個阿伯就這樣醜到陸橋大聲的 又用河山一直在土地板 最後其他人家看不下去 又來把他倒閉放 想不到什麼電腦來引起雙人的衝突 日機其實也有說沒有辦法收錢 或別人沒有辦法付錢這樣 其實覺得那老婆是較沒道理的 這個也不是故意的啊 那你搭公車就是 你可能還是需要準備一點點零錢 因為不能路卡 就我們大聲對這個公車手機這樣勒得出 這麼嚴重的行為讓人看到的海頭 不過大夢的過年 就在這個公車上這樣圓價量桌 這樣也去把其他的面穿被嚇到 記者總會報導 知道了